准时开始 好的 好 各位在线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美华人电力协会 NACPPA组织的webinar 我是凡苗 我现在是在美国的西门子PTI工作 主要做研发工作 那么参与本次策划的呢 还有姚瑞博士 姚瑞博士呢 目前是在美国的Ergon National Lab 就是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 我们今天呢 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清华大学奠基系的张宁博士 来给我们做这个学术报告 那首先呢 我也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张宁博士 张宁博士呢 目前是担任这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 是关于电力系统规划 多能源系统 风电光复发电 电力系统运行等 那张宁博士可以说是获奖无数 而且也担任了很多的电力系统顶级杂志的编委 具体的介绍呢 在这个我想在这个邮件还有微信群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我在这就不多说了 另外呢我们是在推特 Facebook还有YouTube上面呢 做同步的直播 如果这个群满了的话呢 就如果大家还有认识的一些朋友 还想来收看直播的话呢 就请登陆到我们的这个ICPPA的Facebook 还有推特或者是YouTube上面去观看 张宁博士您好 感谢北美华人电力学会 对我的这个邀请 这个非常荣幸 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分享我的工作 那我现在就开始 我看现在在线的是有 已经是达到100人了 就是已经满了 所以说明有很多人都非常期待 也对您的这个今天的这个topic呢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另外我还想说呢 今天北京时间刚好是咱们清华的孝庆日 那清华现在有什么活动吗 应该是云上孝庆 因为疫情的这个影响 然后我们把物理的这个孝庆 就是物理的返校 挪到了9月的最后一个周日 今天应该是云上有一系列的活动 之前也看到 那个圈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各种的推送 今天也会有一些 这个在线的一些一些直播啊等等 好的那咱们就在云上 共同住院母校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那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张宁博士 我们知道这个电力系统呢 它是长期以来呢 是以这个模型驱动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方法 但是呢近几年来呢 机械学习 Machine Learning技术呢 快速的发展 所以呢 在这个电力系统分析当中呢 可以实现一些这个 模型驱动不能够完成的一些任务和工作 那下面呢 咱们就欢迎张宁博士给我们做 这个关于这个数据驱动的学术报告 它的题目是数据驱动的电力系统分析 有三部分啊 潮流计算 拓普辨识和电力系统运行方式分析 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宁博士 好 感谢凡秒 由于这个网络问题 我就先把这个 我的这个视频先停止掉 好 各位北美电力华人 北美华人电力协会的各位同仁 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分享我的工作 也非常感谢凡秒 姚瑞以及一系列小伙伴的组织的这个工作 那么我刚才凡秒已经介绍了这个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电机系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这个副教授 我们团队呢是叫智慧能源实验室 一共有五位老师 包括夏清老师 康重庆老师 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年轻的这个老师 那么我呢是2014年业留校 然后呢主要的这个工作呢 包括可贷上能源并网 多能源系统 以及这个我们说数据驱动的电力系统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工作呢 主要是我指导的这四位博士生做的工作 其中王毅现在已经毕业了 现在在ETH做博士后 其他三位呢是我们组的博士生 包括刘雨肖 侯庆春和张家为 数据驱动呢 这两年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我昨天打开了 itribute transaction on smart grade的这个 early access的论文 我发现最新的八篇论文里面 其中有六篇都跟数据驱动是有关的 这个可想 这个数据驱动是现在被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么电力系统正如刚才范苗所说 电力系统这个长久以来呢 我们其实它是一个物理系统 物理系统呢 它都是我们以模型驱动 或者是叫做我们建立物理模型去进行分析 那么近年来呢 数据驱动的这个技术越来越受到这个大家的关注 而且也有更越来越多成功的应用 主要呢是因为我们机器学习的这个方法 这两年来排上了长组的这个进步 那么今天呢我也想这个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方面的三项工作 包括潮流计算 突物辨识 以及电力系统运行方式的分析 主要是偏这个分析和具类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 比如说北美院也有很多 基于这个机器学习的一些电力系统优化方面的分析 是在这个技术上一个更深的更深层次的应用 那么针对这三方面的这个研究呢 在介绍完之后 我也想这个这个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这个机器学习 在电力系统分析当中的一些这个研究的一些经验 那么第一项研究呢 就是数据驱动的潮流计算 这个潮流计算里面有个关键之字 就是线性化的这个潮流计算 可以说潮流计算呢 是在我们电力系统中是一项非常基础性的这个工作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潮流的线性化呢 其实潮流的线性化是我们一直在不断研究的这么一个领域 虽然我们已经提出了这种 比如说直流潮流这种 这种非常经典的线性化的方式 但是我们对线性化的这个潮流呢 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的角度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潮流方程实际上 它是一个非线性的方程 但是我们在优化控制当中 其实我们用线性的方程 其实会得到一系列非常好的性质 所以说我们在9组合 比如说OPF以及电力系统的这个规划当中 其实很多都是用了线性化的这个潮流 除此之外呢 我们比如说一些这个解析化的一些分析 比如说可靠性的一些解析化的分析 LMP的一些分析 也是用到线性化的潮流 那么最近呢 这个线性化的潮流也有很多这个研究 那么目前这两篇文章呢 是我们实验室发表的近期的一些文章 原来的潮流计算 我们说我们可以用DCPF 就是说直流潮流 那么但是最近的一些线性化的研究呢 就能表明 其实可以把电压和蜈蚣加进去 电压和蜈蚣加进去之后 我们仍然可以提出线性化潮流的各种方法 比如说这个杨志芳提出来的就是 我们如果把网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析化的表达 那么网损其余的项 它是具有很强的线性关系的 那么杨志芳呢 这个提出来呢 就是说 他提出来一个叫做DECAPO 就是说电压向脚 以及有工和无工的这个潮流 它是有一个解偶的一个关系的 那么这些都为我们这个线性化的潮流呢 提出了新的这个方案 那么他也能够支持 我们一些基于线性化潮流的一些应用 但是我们发现线性化的这个潮流 我们说解析化的这种线性化的潮流 在有些时候还是存在误差的 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进行一个分析 就是一个两节点的一个基组 一个复合的这么一个例子 我们把这个基组和复合的这个例子呢 把第二个节点的复合进行变化 然后我们看看第二个节点的向脚如何变化 那么我们分别画出了交流潮流 ACPF以及我们刚才提出的叫结偶的直流潮流 就是这个PQVθ 我们可以把它结偶形成 写成一个矩阵的形式 这个潮流其实在这个我们说在配电网当中 以及我们可以证明在输电网当中 它也是比较准的有很多应用 那么以及我们最原来的DCPF 就是说我们最原来的直流潮流 P等于Bθ这种情况 这三个这个情况呢 它是这个我们说 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 具有一些这个这个误差 相比于AC的PF相比于交流潮流 它有一些误差 所以说这就让我们不禁想起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建立更加准确的 线性化的潮流这个模型 因为原来我们提出的很多线性化潮流模型 还是在一定情况下 还是具有误差的 那么这就给我们了一个 这个这个我们说对问题的这么一个定义 我们如果把潮流看成是一个节点电压 到节点的有无功注入 这么一个映射的话 那么我们AC的PF就是 交流潮流应该是最准确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提出了一些的近似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在这个潮流方程上 有些近似 但是我们却获得了很好的线性化的性质 我们只要做线性化的潮流 那么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映射的话 我们是否能够提出数据驱动的这么一个潮流的方式 我们用数据的方法 找到电压和有无功注入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映射的关系 直接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 就能建立这种映射的关系 进而能够使我们用这种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计算潮流呢 这是我们对问题的一个定义 那么详细来看 我们可以用历史的这些数据 历史的比如说电力系统 我们历史运行的一些稳态的这个数据 去进行回归 回归得到数据驱动的这个潮流方程 然后用这个潮流方程 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和控制 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但是呢 这个目标确实有困难的 那么但是它也带来一系列的好处 它带来几个好处 这个首先呢 我们整个这个数据驱动的潮流 它是不需要电网拓扑的信息 以及线路参数的信息的 因此我们这个数据驱动的潮流 可以用于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时候 电网拓扑不知道 或者线路的这个参数 难以获取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在一些配电网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进行计算 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增强潮流线性化的 这么一个经济 解析的这种 我们说潮流线性化的模型 还要更准确一些 那么我们分别 可能网络有些不稳定 我们分别提出了两个模型 第一个模型 我们叫做正向回归的模型 它的定义呢 是我们把Vθ看成自变量 就是节点电压的扶植和向角 看成自变量 而节点的PQ的注入 看为因变量 所以说我们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就是我们的回归方程 我们已知Vθ和PQ的历史值 然后呢去回归这个矩阵 以及这个常数项 那么它的应用呢 主要是在于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 这个比如说PMU数据的同步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近年来比较热门的 叫做直接潮流计算 也是可以 比如说我们PMU 直接测到了向角和电压的复制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得到这个矩阵之后 可以直接进行潮流计算 另外呢 这个矩阵 也可以用于进行一些突破的辨识 这是我们叫做正向回归的 这么一个模型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反向回归的 这个模型 反向回归的模型就是 我们认为电力系统的 有无功注入是因变量 节点的电压和向角是自变量 这个刚才说反了 节点的有无功注入是自变量 而节点的电压扶植和向角是因变量 这个时候我们回归 这个矩阵和这个常数向 那么它的这个反向 这个回归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计算潮流 比如说我们在电力系统当 潮流计算当中 实际上我们有PQ节点 PV节点和Vc节点 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出来 这个红框内的 这些变量是位置变量 红框外的这些变量 我们在潮流计算中是已知变量 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历史数据 对这个矩阵进行一个回归 也就是得到这个矩阵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矩阵的变换 我们可以认为 红框内叫Y1 红框Y叫Y2 而这边呢叫红框内叫X2 红框Y叫X1 然后呢我们根据矩阵的变换 可以直接得到X2和Y1 对于Y2和X1的表达式 这个时候 由于我们这些A这个矩阵的各个元素 都是 都是已经回归得到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些回归的矩阵 去计算未来的潮流 也就是说 我们不用知道历史上 我们不用知道这个电网的拓扑 也不用知道线路的参数 我们只需要拿到一系列历史的 这个潮流的值 然后经过回归之后 就可以直接应用于未来的潮流的计算 这个是给我在一些这个情况下 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便利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用它来进行 比如说这个OPF的计算 以及电压的控制等等 但是呢这个回归 虽然它只是一个 我们说是机器学习里面 是一个最基本的操作 就是回归 但是它却面临一些挑战 那么第一项挑战呢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 是具有强烈的贡献性的 因为我们这个潮流里面 这个电压扶植这个向角 它都是非常相关的 各个节点可能要负荷大 就可能都负荷都大 要负荷小就负荷都小 所以它是有强烈的线性相关性 另外呢 我们要回归的这个方程 刚才可以看到 要回归的这个方程里面 它的参数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参数一多了之后 可能会产生这种过拟合的现象 其实过拟合的现象 是我们机器学习里面 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采用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偏性最小二乘 一个是贝耶斯回归的方法 去避免这种过拟合 具体的这个方法 我就不详细展开了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物理的 物理的这个模型的一些信息 去 就来去引导我们的这个 这个回归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正向回归的时候 这是我们刚才正向回归的 这个模型 我们发现正向回归的这个模型 和我们潮流计算中的定牙科比矩阵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测试的时候 用实际电网当中的定牙科比矩阵 跟这个矩阵进行对比 那么我们看看 我们在算法调试的时候 可以看看 定牙科比矩阵 它是一个稀疏的一个矩阵 那么是否和我们回归得到这个矩阵 是否它的稀疏性一致 如果这个矩阵 要比这个矩阵稠密 说明我们产生了过拟合的现象 对于反向回归来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 其实是跟我们这个RX矩阵 也就是说 跟我们B矩阵的逆 其实是比较相关的 就是这个矩阵 其实近似于节点阻抗阵 但是还跟节点阻抗阵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B逆直接产生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看 这个矩阵是不是接近于真实的这个B逆 如果不接近真实的B逆 可能它就产生了过拟合 那么我们看一些算力的分析 我们分别对这个I2E 从第五个五节点的数据 一直到一百多个节点的数据 都进行了一个测试 这是我们一个测试的结果 我们发现 我们提出的数据驱动的这个潮流模型 实际上比这个DCPF 也就是比这个交流潮流的这个模型 比直流潮流的模型 以及我们提出来的这个 考虑无功和电压的直流潮流的模型 其实是都要更准确很多的 这是数据驱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处 就是说它可以学习到 我们历史潮流当中的一些信息 进而使得我们得到这个模型 非常非常的贴合 我们这个实际的潮流的方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它是一个线性化的方程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方程去做更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控制啊等等这么一些一些一些计算 那么这个图呢也展示了这个我们采用这个偏向最好二乘和这个 我们采用这个叫做贝耶斯回归 我们这个绿的这个整个这个绿的这个面积 是我们直接用最好二乘得到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118节点 我们这个NREAL118节点 如果单纯用最好二乘的话 它的过拟核现象非常严重 得到的结果方差很大啊 那么它是不能用于潮流计算的 但是我们加入了这个偏倾向最好二乘和贝耶斯回归 就抑制了过拟核的现象 使得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 跟这种我们测试的真实的结果之间 它的差距其实非常小的 无论是电压的向角还是电压的辅质 差别都是非常小的啊 那么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小呢 那么这里面呃我们有一个分析 就是它是否会过拟核 比如说在正向回归的时候 这是真正的定亚克比矩阵 当然这个颜色呢就是这个亚克比矩阵的值啊 可以看到很多值它都是零 所以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绿 整个这个矩阵基本上都是绿色的 只有矩阵中对角线元素 以及某些非对角线元素 它的值是不为零的 那么我们有一些方法 如果进行直接回归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显然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值都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个矩阵它符合 就是它虽然是这个我们说是过拟核的 但是它却对历史的数据拟核的非常好 但是这个矩阵显然我们是不能用的 因为这个矩阵过拟核现象很严重 所以它的泛化能力就很差 那么我们经历了经过一些处理 经过一些调整之后 这是我们真正回归出来的矩阵 右边这个矩阵是我们真正回归出来这个矩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矩阵里面的数值 跟我们真正的亚克比矩阵的这个数值 其实非常一致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抑制这个过拟核 可以得到跟原来这个亚克比矩阵 非常相似的这个矩阵 说明我们的回归是成功的 下面这个也是在说明这么一个问题 好 以上呢就是我简单介绍了 我们对于数据驱动的这个潮流计算的这么一个研究 对于拓扑辨识这么一个研究 那么它的一个背景呢 就是说电力系统在运行当中 特别是配电网运行当中 我们其实更需要知道配电网的拓扑和线路的参数 因为配电网的这个测量它是不完全 但是呢在实际当中 我们刚才在实际当中这个潮流 我们说数据驱动的潮流计算的时候 我们历史数据其实需要知道向脚的 但是实际当中我们在配电网 不太可能把所有节点的向脚都测量到 所以说我们如果也想要知道配电网的拓扑 我们就必须得开发 在不知道向脚测量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对配电网的拓扑进行辨识 那么配电网我们的测量一般知道什么呢 我们知道三个量 有功注入无功注入和电压的浮值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对配电网的这个测量 我们是可以测量到电流和电压的 那么通过测量电流和电压 以及它们之间的夹角 我们就可以间接的计算得到PQ和V的浮值 但是这个时候V的向脚是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研发一种方法 在不知道向脚的情况下 去辨识电力系统的拓扑 以及电力系统的这个线路的参数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两阶段的一个模型 两阶段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把电力系统拓扑辨识的问题呢 就等效为什么呢 等效为对导纳矩阵的这么一个估计 因为电力系统的拓扑是唯一对应导纳矩阵 比如说这个导纳 这是我们右端是我们一个六节点系统 一个导纳矩阵 这个大圈表明这个 这个我们是叫做对角线元素 它的值是比较大的 非对角线元素值是比较小的 那么非对角线元素如果这个值不为零 表明这个节点和这个节点之间 是有线路相连的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得到了节点导纳矩阵 也就是得到了我们整个电网的拓扑 以及它的参数 我们设计了两阶段的方法 第一阶段的方法呢 我们想要得到这个导纳矩阵里面 哪些元素是零 哪些元素不是零 也就是说一些元素是零 我们就认为这两个节点之间没有线路连接 如果这两个节点之间有线路连接 它就是不为零 也就是我们第一步判断它是否连接 第二步呢 我们再进行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精细化的辨识 去辨识这个值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第二步 我们需要辨识线路的参数 那么下面这两步 我将分别进行解释 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 辨识导纳矩阵里面 哪些元素是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潮流方程 这个潮流方程呢 这个它里面是包含θ的 我们一般来说 想让它进行这个脱步辨识 因为我们θ的值是不知道的 也就是向脚的值是不知道的 幅值我们是知道的 向脚的值是不知道的 幅值我们是知道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辨识就会变得很困难 但是呢 我们对这个潮流方程进行一步简化 我们把cosθ约等于1 sinθiJ约等于θiJ 然后呢 我们定义一个新的G和一个新的B 也就是我们定义一个新的导纳矩阵 这个导纳矩阵 就是原来的这个GiJ加上θ倍的BiJ 也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Gsharp它的值 已经没有什么物理意义了 但是它的作用是为了把这个θ 我们不知道的θ 吸收进这个导纳矩阵当中 为什么会吸收进这个导纳矩阵当中呢 如果我们这么定义Gsharp和Bsharp的话 我们整个的回归的方程 就变成了一个没有θ的方程 但是我们回归这个方程里面 这个Gsharp和Bsharp 它的物理已经没有物理意义了 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性质 就是Gsharp和Bsharp的吸收性 是跟我们原始导纳矩阵的吸收性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虽然它的数值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它的吸收性 是跟我们导纳矩阵的吸收性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用它来判断 我们导纳矩阵里面哪些是零 哪些不是零 然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线性的方程 我们可以用一个线性的回归的方法 直接回归出来Gsharp和Bsharp 然后呢我们再判断 这个矩阵里哪些是零 哪些不是零 这个时候我们又将用到一些物理的一些知识 我们得到这个矩阵 显然我们用实际的数据 得到这个矩阵 显然是个满阵 它不可能某些点明显是零 但是我们会发现 它的某些格子里面的点呢 它非常小 因为这个导纳矩阵的特点呢 就是如果一个线路它比较短 它的导纳就会比较大 一个线路比较长 它的导纳就会比较小 那么对于一个电力系统而言 我是知道这个电力系统中 最长的一条线路 它大概有多长 比如说对于一个配电网 它的这个线路的长度 不可能超过一两百公里 所以说也就是说 我整个对于导纳矩阵来讲 我对于每个值来讲 它有一个下限的值 而低于这个下限的值 我们就认为这两个节点之间 没有线路这个连接 高于某一个值 我们就认为这两个节点之间 是有连接的 好我们就通过我们的G sharp和B sharp 就可以直接判断一些矩阵里面 哪些是零 哪些不是零 然后呢就完成了第一项工作 就是说我们大概判断出来 这个矩阵里面 哪些哪两个点之间是连着的 哪两个点之间不是连着的 好我们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我们在第一步 已经判断了连接关系的基础上 我们再去计算 精细的计算 它的导纳 每条线路的这个小G和小B的值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 潮流计算的牛顿拉夫讯法 原来的潮流计算呢 我们有一个思维定式 就是在潮流计算中 我们一般知道 PQVθ中的两个量 然后呢去计算每个节点 PQVθ中的另两个位置量 但是这个在这里面呢 我们提出了一种潮流方程 另外一个活用的方法 就是我们知道 潮流计算里面的PQ的量 但是我们把 计算中的G和B和θ 都看成位置量 然后我们可以用它 来进行一个新式的潮流计算 也就是说这个潮流计算 原来G和B是乙质量 PQ是Vθ里面 有乙质量 有位置量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认为PQ都是乙质量 因为都有历史测量 我们不知道的量 就是Gb和θ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进行 牛顿拉夫讯法的计算 但是我们这时候会发现 对于一个时间的测量点而言 我们的潮流方程的个数 实际上是大于 我们的位置量 其实小于我们位置量的个数的 也就是说这个方程 是个不定方程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增加测量点 我们不能对一个点进行测量 而需要对多个时间点进行测量 如果多个时间进行测量 我们就这个方程的个数 就会增加 但是我们随着方程个数的增加 我们变量的个数增加 是比较缓慢的 因为我们的G和B只有一个 对于不同测量点 我们认为G和B都是一样 所以说随着测量点的增加 我们的自变量的个数增加的慢 而方程的个数增加的快 使得这个方程 就由原来的不定方程 变成了一个定的方程 从而 而且有可能随着这个变量的增加 变成一个超定的方程 我们有了超定的方程之后 我们就可以求得这个方程的 最小二成解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步在这个牛拉法的 这个中间 亚克比举认求逆的时候 我这个方程 这个矩阵有可能 它不是方的 我们需要求一个广义逆 这个广义逆 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小二成的逆 然后呢 从此每步计算 由dltp dltq以致 而计算到dltg dltp dltθ 然后根据这个迭代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 逼近真实的G和B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步的一个思路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些效果 我们首先对33节点的数据进行了一个测试 我们这个方法呢 我们假设 我们只知道这33个节点的列表 而它们之间连接关系 我们是完全不知道 一无所知 并且我们在这33个节点上 加入了很多新能源 因为加入新能源之后的突突变时 其实是一个难点 因为它在整个这个电网当中 它的电压分布就不是一个单向的 说单独下降的一个分布 而且是有些地方有可能电压抬升 有些地方电压是下降 然后呢 我们认为 我们采取一天24个点 然后每个点 一天24个小时 每个点12 12分钟一个测量点的这么一个 这个采样的这个速率 并且呢 在这个有工和无工里面 加入0.5%的误差 然后呢 我们的复合采用的是居民复合的数据 我们用1000个居民复合的数据 随机的把它放在这33个点上 然后这是我们风电和光伏的一些数据 这个我就不详细展开了 那么这是我们迭代的结果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随着我们迭代 这个深蓝线呢 是我们这个 对于这个 这个叫做这个 这个线路连接关系的这个 这个这个判断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次判断 我们有14条线路判断错了 也就是第一步 我们有14条线路判断错了 我们还设计了这个 从第二步返回第一步的这么一个机制 就是第二步可能算到一定程度 发现第一步有可能 我们判断的连接关系是错的 然后进行一些修正 我们可以发现 经过三步的修正 这个拖步就变得正确了 然后呢 经过七步的迭代 我们计合币的值也收敛 那么计合币的值 精度大概是多少呢 我们数次判断 发现计合币的值 误差很大 但是经过了详细的调整 发现计合币的值 误差已经小于了千分之一 是个非常准的一个估计 同时我们还考虑了什么呢 考虑了 如果这个我们的电流电压 测量的非常非常差 电流电压如果 它的测量误差是1%5% 甚至达到15%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对G和B 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估计 它的估计误差 大概是1%左右 平均的误差是1%左右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对于PQ的测量 是有误差的 但是呢 我们对G和B 仍然能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估计 在此基础上 我们测量了 我们测试了123节点的 这个数据 123节点 我们仍然能够给出一个 非常准确的一个测量 准确的一个估计 那么我们 我们这个时候验证了 如果是24小时 也是用24小时的数据 24小时的数据 每个小时 10个测量点 15个测量点 20个测量点 和25个测量点的时候 我们计算的一个效率 我们发现在数值 更多的情况下 也就是我们得到了 更多的测量的情况下 那么 我们的迭代次数 是会减少的 原因是我们这个迭代次数的减少 原因就是我们每次错判的这个概率降低了 那么 虽然我们可能数据变多了 但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计算时间是偏少的 这是我们一次辨识的这个时间 一次辨识的这个时间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托幅辨识的这么一个研究 那么这个托幅辨识我们可以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我们叫做粗辨识 第二步是细辨识 第二步的细辨识都加入了潮流方程 也就是说 它整个的辨识是一个数据驱动 和这个模型驱动联合这么一个方法 由于我们考虑了潮流方程 使得我们在第二步对G和B的估计 变得很准确 好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第三块的研究内容 就是在高比例的情况下 电力系统运行方式的一个分析 就是用数据驱动进行运行方式的分析 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在 在在北美这个运行方式 应该怎样被定义 或者怎样被这个这个翻译 我们在这里就翻译成叫operation mode 这个在国内的电力系统里 就认为叫做电力系统运行方式 那么这项研究呢 是我们在高比例 可量能量并网的 这个电力系统的规划和运行 这是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这个大项目里面的 其中的一块内容 这个大项目呢 是我们从2016年 一直做到今年年底 解体的这么一个项目 它包含了输电网规划 配电网的规划 以及稳定的基底的研究 以及输配电网的这个运行 是一个很大的基础性的研究的项目 那么它提出的背景呢 就是我们未来电力系统当中 很多电力系统都会 接入高比例的可弹生能源 高比例的可弹生能源 对电力系统运行的这个改变 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 这个右图呢 是我们很熟悉的 我们的鸭子曲线 这个是我们计算的 一个青海省的 一个未来接入高比例光伏的 情况下的一个鸭子曲线 我们很熟悉鸭子曲线 但是呢 我们可能不熟悉另外一点 就是说 我们未来电力系统 接入高比例光伏的情况下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条鸭子曲线 而是多条鸭子曲线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黑色的曲线 是我们系统期望 就是全年平均 面对的鸭子曲线 但是我们对于不同的每一天 具体的每一天而言 我们可能面对的是 最下面这条鸭子曲线 也有可能面对的是最上面这条鸭子曲线 它分别对应了光伏很好的时候 和光伏很差的时候 当然也包括负荷的波动 那么对于电力系统而言 这两个时候 就是这两个时刻 这两种不同的天日类型 对于电力系统运行 是截然不同的 包括电力系统的潮流方式 电力系统的稳定 以及保护等等 非常多的方面 其实都是不一样 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规划和运行当中 如何寻找电力系统典型日 对于国内的这个 我们电力系统的规划而言 典型日的选取 其实是一项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么对于比如说 国内电力系统 无论是规划层面 还是我们说 做明年的运行方式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选取一个典型日 然后在这个典型日的基础上 我们开始进行潮流计算 稳定计算 然后短路电流的校验 以及一系列的这种电气计算 那么在传统的电力系统当中呢 我们的这种典型型方式 其实很好找的 因为传统电力系统 我们可能能源介入比例很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复合 来去做这个典型型方式 选取的基准 比如说我们用夏大方式 就是夏天空调 用的最多的那一天 作为一个大方式 冬天 我们过年的那几天 是一个小方式 那么如果电力系统 在大方式 以及小方式下都安全 我们就认为电力系统 在全年都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高比例 可汗和并网的电力系统呢 这个运行方式的 对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 可能大方式和小方式 就无法概括 我们电力系统 全年的运行状态 甚至电力系统 最危险的运行状态 可能不出现在 大方最大方式和最小方式下 而是由可汗能源所决定 当然这个可汗能源比例 得达到一定的比例 那么这个时候 给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选取 和我们应该选取多少 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未来比如说 我们对一个电网 它的可汗能源 达到一定的比例了 那么在规划当中 我们要考虑 多少点击运行方式 那么我们对运行方式 这么一个定义 就是电力系统的 一个运行状态 它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它是由 电力系统机组出力 复合 以及这个潮流拓扑 和这个潮流 共同决定的 这么一种电力系统 运行的状态 这个状态 可以是一个点的状态 就是一个 snapshot的一个状态 也有可能是 一个小时的状态 也有可能是一天 我们说一天 96个时段 把它拼在一起 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不同的这个时间 这个颗粒度呢 可能是我们对应 不同的研究 比如说我们对应 稳定的研究 可能就是一个snapshot就够了 而我们对于 比如说调峰的研究 或者说是 我们说机组爬坡的研究 我们可能要到一天的 这个维度 但是这些我们都是叫 我们都把这些 称作电力系统 所有的每天的这个 这个潮流 以及机组出力 复合都踩到 那么它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集 我们在这个数据集里 怎么看作 看成 我们怎么发现规律 怎么提取电力系统 典型运行的模式 这是显然是一个 机器学习的这个问题 而这些数据 它明显是 我们叫做 它是一个高维的一个数据 而且呢 它是一个不同维度之间 含有强相关的 这么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定义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假设 已经知道电力系统 一年的运行的数据 那么怎么在这个 运行数据当中 进行模式辨识 这个模式辨识呢 它有一些挑战 包括什么呢 包括高维 包括这个贡献性 以及呢 我们很难有这种 直观的这种 这种理解 原因呢 就是我们传统的电力系统 它是一个 我们说只有复合驱动 复合高可能是一个方式 复合低可能是一个方式 这就显然是一个 一维的问题 一维的问题 对于我们来讲 就很好理解 但是 未来的电力系统当中 有可能 一百个节点 一千个节点 都进入可态上能源 可态上能源 有可能 在某些点高 某些点低 某些时段高 某些时段低 这显然是个高维的问题 那么 我们就需要 对我们的这个算法 进行一些 一些原则上的选取 就是说 我们这个算法 一定要可以适应 非常大的这个数据的量 而且呢 我们需要在复杂的这种 这种关系下 复杂的这个关系下 找到我们的这个模式 找到我们典型的模式 最后呢 我们还需要 对这种典型的模式 进行一个可视化的 一个辨识 也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模式 都降为到二维三维 然后我们看看这些模式 大概都相距多远 这个是我们 这个我们说 做电力系统运行方式 分析的一个 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 选取的一个原则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提出的一个三步走的 这么一个一个方法 那么首先 第一步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要获取 电力系统运行的这种 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数据 或者说 对于我们规划的 规划而言呢 我们需要用 电力系统运行模拟的数据 就是说 我们需要模拟 未来电力系统的运 这个运行 然后呢 第二步呢 我们是做模式辨识 做模式辨识 我们把电力系统的这种 大量的数据啊 认为它是一个高维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多采样点的 这么一个数据 然后对进行 这个采样点的这些特征 进行一个模式辨识 然后我们模式辨识完之后 我们需要验证 我们模式辨识的 是不是科学 是不是有效 我们需要进行可视化 和定量的这个分析啊 那么我们 设计了三步的这个策略 那么其中第二步 是最关键的 就是这个模式辨识 这个模式辨识 我们又把它分成三个 这个这个 这个子的这个过程 第一步就是 我们首先 把这个电力系统 运行的数据都排好啊 那么我们认为 一个运行方式 就是空间中的一个点 但这个空间 是非常非常高维的 这个空间 我们想想 电力系统 这个机组出力 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每个节点的复合 每个线路的潮流 其实是一个成千上万 一个维的一个数据 我们首先进行 当然除了进行坏数据辨识之外 我们首先进行降维 把它冗余的信息 给它排除掉 然后我们把高维 降到一个中 中的中等的一个维度 中等的一个维度 我们这个实际当中 我们我们最后的降维 发现这个中等的维度 大概在一两百维 就就就OK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中等维度的条件下 进行拒类 进行拒类 我们可以用一些常见的拒类方法 比如K-Means++ 或者DB-Scan这种方法 去找到它典型的运行方式 然后再 因为我们这个一百维 我们还是理解不了 我们把这个一百维 再进行降维 然后降到两维或者三维 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一个可视化的展示 这个时候我们的降维 我们就用TSNE这个降维的方法 这个降维方法 是一个非线性的降维 那么它的特点呢 是我们希望尽可能保持 这种高维情况下 不同点之间的这个距离的信息 那么实现我们在低维上 对高维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过程 这里面的具体技术 我就不展开了 这里面的方法 也是非常经典的继续学习 非监督学习这么一个方法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运行模拟 我想稍微提一句 就是说这里面 我们用了这个 我们实验室自主研发的 我们叫做GOPC的一个平台 它可以进行电力系统的 这个全时序的这个运行模拟 主要是面向规划的一个运行模拟 它的功能呢 跟我们技艺研发的这个 这个这个Maps 以及Plex OS 或者是ABB研发的这个 GridView 其实功能是非常像 我们在国内应用的 也是应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地方 那么这个是一个运行模拟的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运行模拟的平台 得到一系列的机组出力 以及可弹性能源的处理 以及线路的潮流 复合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每个节点的复合 以及每个节点可能产生了切复合 当然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数据 都排成一个向量 它就是一个在高维空间中 一个超高维的这么一个向量 当然如果我们比较关注一些关键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电力系统中有 有一千个机组 这一千个机组可能只有那么 五百个机组是重要的 我们可以只把五百个机组排在这里 包括线路潮流也是 比如说电力系统稳定当中 关心哪些线路潮流 我们就会把哪些线路潮流放进去 而不必把所有线路潮流放进去 但是无论如何 整个这个向量 它是一个非常高维的这么一个向量 那么我们需要对高维的向量 进行我们刚才所说的处理 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典型的运行方式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些结果 那么我们对国内的这个青海省 进行了一个研究 分别研究了 它在比较低比例可带上能源的时候 2017年 但是这个比例 我们这个比例 首先我们叫做电量比例 就是说可带能源发电量 占总发电量的比例 而且这个比例 只积极风和光 不积极水 大家都知道青海其实水电非常多 我们这个20% 仅指的是间歇性可带上能源的量 也就是这个风和光的这个比例 那么17年是20% 2020年大概能达到33% 就是个中比例的一个情况 2025年预期达到40% 是个高比例的情况 这是我们做运行模拟 得到的这么一个时序的结果 这个是20%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水电占主导 这个蓝色的水电占主导 33%就是2020年的情况 可以看到风电和光伏 已经有比较大的比例了 那么40%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主要是风电和光伏占主导 同时白天也有一些气光的现象 然后这是我们的运行的模拟的结果 这个结果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 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说 左边这幅图是17年的情况 也是低比例的情况 低比例的情况 我们发现运行模拟 我们把它映射到两维上 就这个图呢 是我们低维映射之后的 剧类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电力系统的运行方式 基本上聚成三吨 聚成三吨 而且这个运行方式 我们在全年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个排列 就是这个全年的1月1号 这是1月1号 然后呢 这个是12月31号 就是最后一个点 是12月31号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这些剧类的点 它是具有很强的季节性 也就是说 我们在低比例 可怜上能源的电力系统当中 我们所有的点性运行方式 绿的所有的这些点 都是一堆 这堆就是 冬季和春季 而这个黄色的点 我们叫做过渡季 而蓝色的点 就是夏季 它是非常明显 也就是这里再次印证了 我们如果是传统的 电力系统当中 它的运行方式 基本上就是季节决定 说白了就是 复合所决定的 但是在中比例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二维这个图发生了 这个变化 它变得非常分散 而且对于每一个季节来讲 它不仅是有一个 这个典型运行方式 对于每个季节来讲 我们都发现 它至少有两种运行方式 甚至有三种 典型运行方式 这也就说明了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一个季节而言 它虽然也有 也是一部分是 复合主导 但更多的有可能是 可怜能源处理 所主导的这么一个运行方式 在高比例的情况下 这个方式变得更加明显 就是说高比例的情况下 有可能这个典型运行方式 我们在一个季节 就产生了四种典型运行方式 而全年产生了 十种典型运行方式 那么这个是给我们 很大启示的 就是在高比例的电力系统 并网的 高比例可态能源并网的情况下 我们选取典型运行方式 可能我们就不能 按照季节来选 而是需要按照可态能源 它的出力方式进行选取 而我们提出的方法 给我们这个典型运行方式的选取 提供一些思路 除此之外 我们还研究了 我们如果对这个系统 加入更多的风电 和加入更多的光伏 那么它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点的分布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加入风电和加入光伏 我们加入越来越多 最后加到50%左右 可以看到 这个点都是越来越分散了 但是这个分散的趋势是不一样的 可以看到光伏虽然是分散 但是对于每一个子类来讲 它更加巨堆 而对于风电来讲 我们加入更多的风电 它不仅在整体大类上 它是有分散性的 而且对于每个子类 它也是分散性越来越增加 可以看到 以风电为主导的电力系统 和以光伏为主导的电力系统 它的运行方式的分布 其实是不太不太一样的 那么也就得到了一些结论 就是说我们数据驱动的方法 可以很好地指导我们 对这个电力系统运行方式 进行一个观测 那么在低比例的情况下 主要是我们说 如果说是复合或者水电 这种运行方式所主导 而在高比例的情况下 这个主要是风电和光伏在主导 而且我们有一个渐变点 这个渐变点大概是20%到30% 它的我们叫做energy penetration 就是说电量比例 大概超过30% 我们就认为它是可在风险相主导 而且这个风电和光伏 主导的方式 其实还是有差别 以上就是我们介绍的 基于数据驱动的电力系统 运行方式这么一个分析 那么下面用两张图来 总结一下我今天的分享 就是说第一个图 就是我们想的是 我们对于电力系统数据 模型以及我们做的这个决策 这么一个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说 我们原来电力系统 是一个物理的系统 物理的系统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对物理系统进行一个建模 建立一个物理模型 然后用这个物理模型 得到一些数据 或者用物理模型 直接做优化 直接做优化 这是我们传统电力系统 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现在电力系统 我们 数据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可以做很多 数据驱动的工作 这个数据驱动的工作呢 它包含我们直接用数据 得到数据 比如说刚刚数据驱动的潮流 可能就是直接用数据 去得到一些新的数 这个数据 包括预测 那么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叫做这个 数据驱动的电力系统的建模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电力系统的托付辨识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 我们想由数据 得到模型的这么一个过程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数据驱动的优化 我们做的第三件事情 我们就是我们根据历史的数据 去决定未来选哪些 典型的方式 其实就是一个数据驱动 优化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北美院做的很多 这个包括这个 这个我们说电压的控制 以及电力系统经济调度 也是基于数据的这么一些决策 但是呢 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 还有一类的方法 值得注意 就是我们虽然是数据驱动 但是我们这个数据驱动里面 我们如果间接的包含了一些 物理模型的信息 那么它就能对这个模型 产生很大的改善 然后呢我们可以数据模型 数据和物理模型 共同驱动来最终得到我们的决策 而这个决策是更加稳健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表达的 这么一个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无论是数据驱动的电力系统 潮流计算 还是数据驱动的突幅辨识 实际上都是借助了 物理模型的一些信息 使得我们的这个模型 变得更加准确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 是这个理解 我们对于一项物理的 这个事物 比如说电力系统 那么我们可以建立很多物理模型 不同的物理模型 有不同的假设 但是这个假设 也会引起这个物质 我们现在有很多数据 我们想要建立数据驱动的 这个模型 但是我们发现 数据驱动的模型 也有好多 在这一串上 都是数据驱动的模型 但是可能只有一个模型 它是符合物理规律的 而其他的模型 都是不符合物理规律的 但是这些都符合 我们历史的数据 这些模型 对于历史数据 拟合都非常好 但是它们有可能产生过 拟合的现象 但是只有一个模型 它可能 是有物理意义的 或者跟这个物理的 这个模型很相似 那么我感觉 我们电力系统 或者说电气工程 方面的研究者 在数据驱动 这个电力系统分析当中 就需要做一个 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们怎么将数据驱动的模型 和物理驱动的模型 相结合 我们相结合得到这个模型 那么一定就是非常稳健的 这么一个模型 那么这也是我们 这个工作的一个重要的 这么一个指导的这个思路 那么希望跟大家 能够进行分享 好 以上就是我的这个分享 感谢大家 好像 范妙 你的话筒没有打开 好的 非常感谢张宁教授的 非常精彩的这个 学术报告 那么为了方便 咱们今天的讨论 我们还请到了一位 点评嘉宾 他就是 灵溪博士 灵溪博士 目前是在 加拿大 温哥华的 PowerTech公司工作 主要负责 DIC Tools 电力系统 防征软件的研发工作 想必在 至少在北美的 电力系统工作的 同仁们 肯定都听说过 这个DIC Tools 这个电力系统 防征软件 那么灵溪博士 目前是 在主管 Power System 这个部门 他是做Director 灵溪博士 他的研究方向 包括电力系统 稳定与控制 以及电力系统 防征 灵溪博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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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您的经验 我看到您在 Power System 在工业界 有很多的工作经验 并且工作的性质 也是R&D 也是与科研相关的 那么您在听了 张宁教授的报告之后 有哪些感受和启发呢 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报告呢 很有意思 也是我个人呢 最近开始 就是开始关心的领域 因为我实际上 这个Machine那方面是 等于是白丁 不是 不太懂 但目前开始关心 这原因是呢 就是电力系统分析 是一个 这个非常成熟的领域 我们也都知道 这很多大的提出问题呢 都已经解决了 剩下的就是呢 有些硬骨头 就不太好解决的 就可能需要我们 要探索呢 利用一些这个 非传重的方式 比如说数据驱动的方法 人工智能啊 来解决 因此呢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 跟我的这个 清华的学弟 张宁教授来探讨一下 谢谢 那我就问提个问题 好 好 非常容易 能够跟你们俩进行交流 上次见面 上次见面应该已经是 上次的这样的议题 对 本来以为这回张宁教授还能见面呢 对 这次 马上 对 是这样 就是 就是关于潮流 第一个呢 就是线性的潮流模型 就是说 我的好题是 为什么会选用线性回归的模型 因为我知道 您的道理很清楚 就是说 潮流的线性潮流呢 就比较适用于这个优化 比较适用于 简解电压分析啊 这些 这些功能 但是呢 如果是线性模型呢 也就会限制这个潮流模型的这个应用范围 比如说电压稳定性 因为电压稳定性 基本你要到拐点呢 其实在那个点是非线性的 所以呢 有没有考虑 就说用一些 就是非线性的回归 甚至是用这种 其实我愿意很有 我有想问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不使用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深度学习 好 好 这个 感谢你们的这个问题 就是 这个我们之前确实也想过 在数据区用这个潮流里面 我们首先发现 它的潮流过拟核现象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 对于潮流数据而言 我们认为 假如说一个 一个时间段算是一个测量点的话 那么它不同的测量点之间 这个贡献性是特别严重的 那么这种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如果即使用线性的回归 它的过拟核现象都会非常严重 所以说如果是非线性的话 它可能过拟核现象就更加严重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 没有这个这个 没有做好这个非线性的 我们说如何减少非线性过拟核的这种手段 其实现在还不太充足 这个可能是制约我们的一个因素 然后 这个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 其实现在应该有 我们说深度学习 在电力系统这个潮流方式的 这个 就潮流计算的这个研究 那么它其实跟我们走了不同的这个路线 原因就是 因为深度学习 它这个整体的这个 学习到的这个结果 它其实是我们看不到的 而我们这个线性回归 我们得到的各个参数 我们都是能够看到 这样的话 它其实应用的领域就不太一样 如果 如果是机器学习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应用领域就是可能是在其他就是我们不用知道它的具体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模型的情况下进行应用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在算一些稳定这个方面 由于我们定位的这个潮流计算呢 是我们用历史的测量值 而历史的测量值其实很少有测量值是接近于我们说比如说电压控制里面的鼻子点啊等等这这种方式 所以说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历史的这个值在在在在临界点上这些值比较少的话 那么我们对这种值的拟合的效果其实也是比较差的 所以说呃如果对正常运行的这种这种范围内潮流计算的话 我们认为还是线性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这种这种方法其实呃肯定是不适用于计算我们说这个电压控制的那个临界点啊 那么如果要电压控制那个临界点可能还需要其他的一些学习方法 好的 这个我很同意 就是说我的非常出浅的关于这个深度学习的理解呢 就是说它是很难让一个人类来理解它内部的机理 你只是看到结果看不到过程 所以呢就是说呃对我们电级系统分析啊 电级系统的运行来说 可能你你我认为你说的对的 就是我必须要知道它出来这个模型 我必须看得到必须可视化 而且必须我人类的工程师能够理解 它这个过程 我才可能才可以应用它的结果 所以这点我是非常同意你的 然后我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呃在这个潮流拟合呀 包括拓扑线路参数识别呀 那呢这个线路有时候那线路的投入和退出呢 会改变潮流的模式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呃您是不是要重新的来进行回归 生成一个新的潮流模式 好 然后再比如说在拓扑和线路参数识别里头 我就很后期就是在你的一组数据 比如说你24个小时每个小时呃五个点 对吧 嗯 那么呢这个120个点里头是不是是不是需要这个拓扑呢 保持不变的 嗯 还是那些就是比如说个别元件的投退 如果时间短的话就会被制动的忽略掉了 好呃这这块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呃因为我们就我介绍第一块内容和第二块内容刚开始其实都是用的回归的方式 那么这个里面分两种情况 如果我们的历史的数据其实是有一两个坏点 或者说是有个别少量的这种呃 他拓扑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的这种情况 那么他是可以直接被我们说的这种现行回归的这种方法 所这个他直接会从方法的角度来说 他可能就会忽略掉 但是呢如果历史的数据可能是来源于两种拓扑 比如说这两种拓扑一个占百分之三十 另外一个占百分之七十 那么他的回归可能会出现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也正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 就是说我们首先会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呃 呃也是一个降维的这个分析 或者是要PCA的这个分析 如果这个数据他其实来源于两两种拓扑 他会直接在呃直接在这个降维之后 会直接聚为两类 这两类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我们根据这种聚类的这个结果 然后再判断这些潮流是不是来源于一个方式 如果来源于一个方式就进行进行辨识 如果正好来源于两个方式 那么需要对这两个方式进行分别的辨识 这个的确的确也就是也就是换句换句 我们的确呃需要要求大部分的这个历史的测详点 需要来自于同一个潮流的拓扑 然后当然对于对于那个拓扑变识 显然这个这个这个假设是太强了 然后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做一点就是说 因为那个拓扑变识它是有两步 而且第二步是有一个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容错的一个机制 就第二步迭代到一定情况下它发现的不收敛 它会返回第一步去再做潮流的调整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就可以可以适用于在线的这种辨识 也就是在线如果突然拓扑变了的情况下 对于这个算法而言它就会自动采取这种啊 这种修正的机制 使得它能够在我们我们新的拓扑下 已经积累了一些足够的点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可以直接辨识到新的拓扑 嗯 好这就是那个就是到我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就是当然我同意 就是说你可以比如说有两个点型的运行方式 那这样的话它各站的比例都不小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就是分成两个类 然后分别进行辨识 但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你的第三个报告里头关于运行模式识别 那我们知道就是有时候呢 有些运行方式它出现的次数不多的 比如说主要电厂的投入啊出力啊 还包括那某些线路的投入啊 这些投入退出 它虽然出现次数不多 但它呢它有可能有很严重的潜在的这个稳定性问题 所以呢我在做比如说连方式分析 我必须要考虑这种运行方式 那你这样的话用这种就是运行模式识别的方式 会不会就会影响到我这个错过这些运行 就是极端运行的方式呢 嗯好对这个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呃现在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呃一些一些就是我们说少量 但是呢这个极端运行方式 如果它改变了系统的稳定 或者说它它系统的稳定性与其他方式都不一样 那么它在这个我们我们的聚类里面 它就是一个少量但是离群的点 那么我们也会在这个这个托普辨识里面会识别出来 这些少量且离群的点那这些点呢呃我们在 那聚类里面肯定也会聚成一个新的一类啊 但是这个一类肯定它是这个点的数量会比较少啊 那那那这这些类呢可能是要在呃运行方式分析当中 需要做一个扫描或者做一个关注的这么一类 那么这这这一类呃当然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呃我展示的这个结果里面 确实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做过这个测试如果有一两个 或者大概比如说就是呃很少 比如占系统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这种点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它在我们二维空间里面 或者是说它在我们的数据模式变成 会表现出来一个离群点的这个现象 嗯嗯 嗯 我在下一个呢导不见的是个问题 我倒是个建议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说呢我以前在国内也工作过 也做这个呃运行方式的这个设定啊 然后包括稳定计算啊 然后在北美啊包括在澳洲啊 我提过这些那个电影力企业呢 他们经常会做一个策略表的策略表的生成 也就是说每年呢要跟 针对一些典型的运行方式呢 我生成一些策略表 比如说我的那个安稳装置的策略 我几个例子啊 然后甚至或者是调度员的基本的guide line 就是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应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我个人感觉 您这个第三部分的运行模式识别呢 可能比蛮适用于这个方这个方式的 嗯 就是说你可以自动识别出过去年中 这些典型的方式 然后针对每个典型方式呢 都会有一个策略表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给调度员 或者给安稳装置来做这个 就是策略的设定 所以我倒建议你可以 就是咱们大学可以在这方面继续做一些研究 对 确实是这样 对就是它的下一个 对 对 当然就是你要做这个呢 你就必须对每一个剧类 做这个稳定分析 对 做这些安全分析 然后呢 才能决定这些剧类 是不是在安全稳定的角度有不同 好 嗯 对 对对 确实是这样 谢谢 好 嗯 然后我就 啊 一般的我有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你在工业界工作了 很多年 你有很多的工作经验 这个你从你的角度 你认为这种就是 对他追问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 啊 这些思想 那么在工业界目前来讲 有哪些的可以就是实际应用 我觉得现在好像工业界用的 还是说这个 model者追问的这种方法 更多一些 这个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曾经跟我们那个 伯利亚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 专门做人工智能的一个教授 探讨过 他也是HP Fellow了 然后呢 因为我当时等 我也是刚开始学这些人工智能啊 包括model追问 刚才了解这些东西 那我就问他 什么地方可以有应用 他的概念就是说呢 如果你们这个领域 你的工业 他不是我们领域的了 然后呢 如果你以为很好的一些物理概念 物理方程呢 那其实是 不必要去做data追问的 因为data追问 特别人工智能 尤其人工智能 因为人工智能是黑 黑夹子嘛 他不见得会有更好的效果 但是呢 他比较适合解决那些呢 我们原来就很难解决的事情 就是原来我们比如说 我提的最简单的例子 优化潮流 优化潮流 实际上我的理解呢 是一直我们是不太好解决的 特别在你有很多 大量的比如说 这个 Sant Bank啊 这些就是理散的优化的时候呢 你是非难搞出 非常难做出一个优化潮流的 很难收敛 而且如果你在考虑多时段的 协调的优化呢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我们传统方法 可能都很难解决 所以我就希望 就是说 靠这个马逊论啊 data追问啊 能往这个方向发展一下 这是我目前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 包括咱们美研院也在做 就是说 给一个潮流 就需要你自动对它进行调整 把它的电压和那个潮流 调到一个可行的范围内 这个也是蛮好的 因为原来你是需要一个 就工程师去试各种setting嘛 然后才能 然后每次试了不同setting 就做计算 然后看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对不对 那如果能自动调潮流 那也是不错的 所以咱们这是美研院 做的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些比如说 一个我觉得一直都没有人解决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 稳定约束的停机调度 带了稳定约束的停机调度 因为电信种非线性很强 你做了任何一个调度呢 它都会非线性的影响你的稳定度 对吧 那么呢 你怎么能在 能在这个中间 能 直接得到一个结果 而不是说迭代 比如说我先去做了一个优化潮流 然后我再 再施加constrant 然后再做优化潮流 再重新施加constrant 那这些可能 可以 就是可以通过这些来 就是考虑 这个方向来考虑 然后我刚刚想的第三个呢 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现在稳定分析了 因为咱们两个都是做稳定的 就是说 很多现在稳定分析 是提及时遇仿真的 对 那就说 能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就是通过这种data driven 机器学习 剧类 这些 就是我不通过时遇仿真 快速地给出一个文明结论 这个也是我蛮 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 就是说 哪怕是不是最准确的结论 但是这是我比较有信心一个人 那是不是可以用直接法 但是直接法有个问题 就是直接法呢 就是它是个经典的方程 像比如说 现在的电影系统呢 有太多的风机 有太多的安稳装置 有太多的直流 在一个 renewable占多数的电影系统 实际上那个传统的 展态公角稳定性 或者叫第一百稳定性 都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 而那个呢 就是说那类的稳定 就是展态电压稳定啊 这些 或者是安稳装置动作 这些已经不是 直接法能解决的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个非常非线性的问题 我们目前的采取方法 大家都是一样 就采取时遇仿真 对不对 然后就是你不停的做仿真 对每一个故障做仿真 对每一个扰动作 做仿真 仿真20秒 然后看他有没有安稳装置动作 有没有那个damping的问题 能不能把这一步 就是说加快 或者是用这个数据驱动的方式 来给他提高 这是我也关心的问题 这一块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研究 但是还没有一些 很好的一些结果 我们的这个思路呢 就是说 我想在这里也分享一下思路 就是说 这个里面 我们目前选取的是 一个决策数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我们 这个基于的假设条件 是已经有一系列的 我们有一系列的 时序仿真的工具 可以仿真出来 哪些状态是稳定的 哪些状态是不稳定的 然后呢 这个稳定和不稳定之间 它怎么样进行判断呢 我们就会用决策数 学习一下它的规则 学习一下它的规则之后呢 把这个规则 因为决策数学习到的规则 它都是一系列的判断 然后用这个判断 去把它加入经济调度当中 那么它反映到 经济调度里面的形式呢 就是一个 01混合整数的一个约数 因为它是一个判断假的约数 这个判断就是01混合整数 那个约数就是一条线性约数 因为是决策数的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 目前我们看这种效果 我们在频率稳定这个方面 还是觉得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在公交稳定这个方面 我们还在想 目前的结果呢 是它达不到百分之百的 这个效果 它可能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效果 也就是说 如果把它这个约数加上了 那么它能在百分之八九十的条件下 得到的这个结果 它是它是就是能把百分之八九十的情况 不稳定的情况都给 而剩下那 剩下那百分之十几 可能还要等 就是我们 就是 极组合经济调度算出来之后 再去算稳定 那这 但是这个时候 不稳定的这个概率已经很小了 对 对的 但现在还在研究当中 属于 对 这个也是比较热的领域 而且像我说的 我们很多传统类型 比如说潮流计算 这些状态固体 这些已经非常成熟了 然后呢 倒是就是这些 以前比较难解决的事情 或者以前 虽然可以解决 但比较主要是基于经验来解决的事情 可能比较 我们应该多试探一些新的方法 是的 是的 那张经教授 我有一个问题问您 就是 听了您的讲座 我的感觉就是 你在 就是咱们在用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时候呢 是主要处理那些就是数据充足的情况呢 还是处理数据不足 那用这个model driven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呢 啊 这个 因为我 咱们是说这个machine learning 好像是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 对 这个 其实叫此数据非比数据 就是说 我们其实 假设的是知道很多测量的数据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电力系统 比如说对于潮流计算而言 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信息呢 是系统的拓扑和线路的参数 而这个拓扑辨识也是 不知道线路系统拓扑和线路参数 但是我们知道系统的测量 比如说我们认为它是个30节点的系统 但是30个节点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张表 它并不是一张图 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做潮流计算和图不辨识 也就是说它 说数据不充足也对 就是说 我们叫做这个线路拓扑的数据不充足 但是呢 系统测量的数据是充足 是这么一个概念 而第三个跟前两个不太一样 就是第三个 它是其实是一个 一个非监督学习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这么多数据了 但是这个数据里面的模式 我们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就辨识一下这里面的模式 这个呢 我倒是有一个问题 或者你们可以往这个方向考虑一下 就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状态估计 这些EMS DMS 基础的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线路的阐述 还有结束的基本的连接方式 我只是要去看它实时的这个开关量 对吧 然后 然后做进行计算 那你是否可以考虑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因为如果假设你是说走一到一个极端的 就是说 我只依赖于电压电流的量测 我其他什么不管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黑盒子 然后通过每一个节点的电压电流 我把整个系统的模型构建出来 这是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的就是说 我完全不依赖于量测 我首先把那个最清晰的模型拿到 然后呢 我再进行计算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结合一下这两边 对 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就是说实际当中 不可能 这个另外我看这个留言当中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实际当中不可能 所有节点的测量都是很准 或者说都是有的 可能说对于测量来说 也是这个数据是一知半解的 但是对于这个 但是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对于这个系统的拓扑的获取呢 我们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信息 而是知道一部分信息 这两部分信息怎么样进行拼合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 下一步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重点 也是这个技术能够用于实用化的一个重点 因为实际当中 可能不是这两个极端 而是处于中间的一个状态 对 因为比如说你做潮流计算 一个很重 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潮流计算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要看线路过不过负荷 也就是说你至少要知道那个线路的容量是多少 而这个呢 你是没法通过量测知道的 对 是的 所以因此我觉得你 要结合这两边要结合一下 是的 我们是不是需要看一下这个留言里面的问题 好的 那林锡博士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那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留言上的问题 那么因为时间有限也请这个张经教授能够快速的回答一下 好的 那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在这个你刚才介绍这个就是distribution system拓谱 还有这个parameter estimation这个方面呃 他的问题就是说对这个呃测量就是measurement configuration requirement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确定你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测量的数据来进行你的这个这个这个拓谱结构的这个 目前的假设呢 呃谢谢 目前的假设呢 就是需要知道呃我们我们的整个的setting是中压配电网 中压配电网所有节点的注入或者叫所有节点那个主要有变有10千伏400400伏变压器的地方 我们需要知道呃他的有无功和呃电压的扶植也就是说他需要测量呃电流和电压 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向脚也需要就是向脚差也需要测量一下 这这个这个这个目前是呃绝大多数都能达到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节点它是一个连接节点 这个节点上没有潮流注入或者这个节点上没有变压器 那么这个节点是可以不测量的 但是呃如果这个节点有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是没有测量的 这里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一个节点它有有无功注入有功注入 但是它却没有测量啊 这个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这个时候是比较难比较难判断 这个说实话确实是比较难判断 嗯你算这个distribution system的话 它你是用这个dc power flow吗 那个model吗 就比如说你做了一些线形化 比如说他的那个zine theta等于seta 或者是你会用到一些这种线形化的这种处理 呃我们的粗变时是有的 但是我们的细变时用的是完全的非线性的潮流方程 所以说最后得到的那个那个结果就是它的吻合是比较准的 第二步是用的是非线性的方程 因为我们用的是牛拉法的迭代 我我刚才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对脱物变时的问题是它可不可以处理三项的问题 那么这个里面呃回答是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做 就是说原来我们是middle这个voltage 现在如果我们下沉到400伏的这种情况下 它是三项不对称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目前发现这种方法对三项不对称的方法 三项不对称的情况也是有比较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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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呃但是呢它需要加入更多的算法 因为首先它需要进行一个节点的辨识 从而且通过还需要进行一个三项的这个项序的辨识 那么这个算法我们还在开发当中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可在生能源 比如说这个光复发电它不能够按照季节性去分群 那么你你用了另外的一种方法来进行分群 那么这个问题是说你能够解释一下就是那个分群 它的一些这个实际的这个物理意义是什么 呃这个分群的实际的物理意义就是在一个群内 那么它它的这个一天的处理方式和潮流方式基本上是相相似 那么这个相似我们就会假设他说这个潮流方式相似 表明它的这个稳定性的特征也相似 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一堆的这个潮流的运行方式 我们拿出来一天做这个稳定校验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可以代表这一堆的这个考验 这是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这个物理方面的这个意义 我刚才也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20% 30%这个有什么理论的推导没有 这个其实我们也在想目前的一个解释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一个系统复合的变化 大概一个系统复合这个年变化 大概是大概在50%到70%左右就最极端情况下70% 那么比如说可能比如说对于江苏而言 夏天一个亿冬天三千万是最最最极端的这个方式 那么这种这种情况下复合会 如果可能很少的话复合会主导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运行方式的变化 可谈能源如果接入电量比例到达30%的时候 那么意味着可谈能源的装机就有可能大于这个复合 也就是说可谈能源如果有一天处理特别大 和有一天处理特别小 它这个变化会大于这个复合的这个变化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的变化就会主导运行方式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20%到30%是一个门槛的这个原因 它主要是跟复合相对变化的大小所决定 如果一个系统它可能复合本身不太变化 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接入15%的可谈能源 它有可能就是可谈能源主导的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呢 是陆宁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做这个一开始的就是那个 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linear powerflow 那个话题 那么它的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一定要 你要推导出那个导纳的那个矩阵 那个导纳矩阵的作用呢 是我们在调试算法的时候用到的 就是说实际假设当中 我们是不知道导纳矩阵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选择算法 以及调试这个算法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 看看它跟导纳矩阵相不相似 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在一些特定的 我们说这个因为体系学里面有很多方法 去做这个处理过拟合 比如说正则化等等方法 我们会发现某一类正则化方法 它正好用了这个这类方法 它得到的结果就正好跟那个导纳矩阵的 它的形状是很相似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推荐用这种方法 在我们未来不知道导纳矩阵的条件下 它用这种方法 它回归出来的结果就很像那个导纳矩阵 这个是我们用导纳矩阵的这个意义吧 就是或者是说我们 为什么要把它参照这个导纳矩阵的这么一个思路 对 因为就是在这个distribution system里面 它的这个measurement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有限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有没有比较过就是你的 你的这个方法 这个使用你的方法而且前后它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voltage的 就是这个电压的这个灵敏度 确实我们这个方法没有在配列网里面用过 因为就是 对因为我们这个配列网里面所有 不太可能说所有的相角都会有测量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个 用途基本上定位在书电网 而且是说要历史数据已知的这种情况 历史数据因为相角都会算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这个怎么用于未来的计算当中 谢谢陆老师的这个提问 还有就是陆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能could you com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n the transmission level study 就是在这个书电网相关上 这个应用 这个这个这个我想就是我们我们用用更多的 可以是做可以是去用于这个控制和可以用于控制 就是说其实书电网当中的很多控制 他首先也是基于线性的这个灵敏度 然后另外呢这个灵敏度 线性灵敏度其实很多情况下 这个灵敏度是通过模型算出来的 但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 如果用这个数据去用的模型 他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好处 包括他对他对实时数据的这种响应的响应的性啊 然后以及他对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对于实时这个这个系统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线路连接的情况 线路参数的情况 他有一个适应性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比如说进行陀螺的调节 进行电压的这个调节 而我们这个时候不用知道系统 是不是这个线路发生了断线 不用知道这个线路的参数是否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最直接的这么一个应用 这个这个当然 我们现在还在做一项工作 就是说我们会把HV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系统 他的这个运行方面的这个灵敏度都算出来 然后并且希望能够发布出来 然后呢 大家可以用这个数据驱动的方法得到这个结果 跟我们物理模型的这个结果 可以进行一个对比 然后看看 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一些控制啊什么的 看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因为这些模型其实物理上的灵敏度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发布一个一个数据驱动的这个领域 进行对比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就是关于那个拓谱 拓谱结构的那个话题 就是你为什么可以根据这个 Jacobin Matrix的稀疏性来判定模型是否过拟核 这是不是唯一标准 这个的确不是一个唯一标准 只不过我们思路就是说 它越像 因为我们的 其实它的最好的目标就是 它跟亚克比局是长得很一样的 因为它的物理意义 它的这个模型对应的意义 其实是正好是对应的 但这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 但是其实判定顾拟核 它本身在数据驱动 或者说在机器学习里面 它就是一个 没有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确定性的方法 或者说一个 我们完全遵循一个统一的一个思路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 我们怎么找 对应 那么我们认为它的效果就是最好 好的 那这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也差不多 那咱们的webinar也接近了尾声 我看到咱们是超时了25分钟 但是呢 在线的人数 我看还是维持在100人 也就是说没有人 标签 没有人底线离开 也非常感谢这个张经教授 百忙之中 有时间给我们做一次非常精彩的这个 学术报告 也感谢灵溪博士的精彩的提问和讨论 最后也感谢每一位参与我们这个webinar的这个朋友和同人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webinar就到此结束 也很请大家这个关注我们NACPPA后续的一些活动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灵溪学长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的webinar就到此结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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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